第151章 收录蓄能光束 植物园战斗区内 石宇继续走着 他的预售空间中 餐宝宝哭唧唧的 不要急啊 石宇笑道 这就带你去找厉害的宠兽 这一次 有了图鉴后 石宇都不屑用石宇的超视力了 他直接打开了图鉴的能量侦测功能 视线前 立刻侦测出了一大片范围内 密密麻麻的能量波动 能量值790 渣渣 能量值1093 没意思 能量值2195 这里就没有厉害的宠兽吗 呃 15843 统领级来凑什么热闹 咦 有了 3033 就是你了 停留在原地片刻后 石宇锁定了一个能量值 波动在3033左右的宠兽 打算带着餐宝宝去挑战一番 这个数值 说不定是君王种族的超凡级宠兽 当然 也有可能是培育比较好的 统领种族宠兽 石宇微微沉吟 原地召唤了餐宝宝 下一刻 白色召唤图阵出现在半空 餐宝宝直接从里面掉了出来 被石宇一手拽住 放到了肩膀上 一压 坐到石宇的位子 餐宝宝很兴奋 小手向前 让石宇冲冲冲 今日他参天地守战 必须要找个够格的对手 走 石宇呵呵一笑 今天石宇和冲冲休息 轮到餐宝宝装逼了 主要是石宇和冲冲出来的话 就不是对战超凡级生物那么简单了 由于石宇不干人事 这位看监控的学长 直接盯上他了 对于石宇一拳杂非暴木蜥蜴 他先持观望态度 毕竟奇奇怪怪的 玉兽天赋或者宠兽技能太多了 不一会儿 随着石宇选择召唤其宠兽 这位学长逐渐觉得 石宇正常了起来 白色图阵 终极玉兽师 宠兽是 餐宝宝 然而 他才觉得石宇是正常的没几秒 很快 石宇又一次不当人 直接在战斗区 召唤出了餐宝宝 扔到了肩膀 这位学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如果说 这一切 还能用石宇砸了一拳 需要参宝宝补充体能解释的话 那么下一幕 彻底让这个学长觉得 石宇真的不正常了 只见 石宇跑去了一个 对战系学长的宠兽的领地 并且 还让补品参宝宝 从身上跳了下来 和眼前的宠兽对峙起来 尼玛 这个人怎么回事 别告诉我 他打算让参宝宝 对战巨洋花 能量值3033 兜兜转转一大圈 找到目标后 石宇看向眼前的宠兽 这是一只双足站立的 花形宠兽 高达半米 它有绿色的 类似球根的身体和双腿 头顶一朵巨大的金色花朵 花朵还散发着微光 此时 巨大花朵 眯着身体上的眼睛 至于它的嘴巴 则长在花朵中 是很奇怪的生物 这个嘴巴长在 眼睛之上的生物 意外地看着 闯入自己领地的家伙 此时 它的资料 也全部显示在了石宇眼前 名称 巨洋花 属性 光 种族等级 中等统领 种族技能 花之舞 闪光 太阳力量 光幕 蓄能光束 日落 运气不错 石宇心中月开花 这运气 它来植物园 就是为了找会 蓄能光束的宠兽的 据它调查 植物园内 大概有五种常见的 会蓄能光束的 野生植物宠兽 需要慢慢找 而巨洋花 恰好不在这五种之内 只能说老天眷顾它了 直接节省了 它许多寻找时间 要不要来场对战 石宇对着巨洋花 邀请道 如果是其他非 心灵感应天赋的 玉兽师 说不定直接就开打了 而对于石宇 它还是习惯 先聊两句再说 这只巨洋花 应该是 某个学长的宠兽 不然 不可能被培育到 这么高的能量值 日 此时 巨洋花听到 石宇的心灵感应 愣了下后 点了点头 无所谓啊 它跑来战斗区 就是为了战斗 不然 在日照区睡觉不好吗 不过 巨洋花看着兴致勃勃 从石宇身上 跳下来的参宝宝 看着对着自己 露出战役的参宝宝 忽然茫然 你们是认真啊 战斗无所谓 但对手是她 她又不是不知道 参宝宝是个什么东西 让参宝宝和她战斗 巨洋花直接露出 不屑的表情 觉得眼前的石宇 参宝宝都是傻子 咦 我先攻击了 参宝宝看巨洋花 没有战役 已经凝聚了一颗 小人伸在手中 在石宇的吩咐下 她先特意凝聚了 一颗小当量的 怕威力太大 炸死对方 毕竟 参宝宝的能量值 是巨洋花的两倍 还多许多 用的技能 也是大杀商力的 高阶技能 以她十几厘米的身高 可想而知 她认为的小人伸 有多么小 就这样 小人伸直接在 参宝宝投掷下 飞向一脸猛逼的巨洋花 日 从这颗小果实中 巨洋花值 感觉到了香气 吃了能缓解疲劳的那种 她叫了一声 不明绝利 所以 对方不是来战斗的 是来投食的 这也不是动物园啊 此时 看监控的学长愣住了 这个技能 好眼熟 不像是参宝宝能学会的 反而是参宝宝进化型的技能 营养物 石宇他们 果然是来投食的吧 果实掉到巨洋花脚边 巨洋花依然一脸无视的样子 她和学长一样 觉得参宝宝是来搞笑的 不过还真别说 这果子闻着挺香 非常诱人 直接让巨洋花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嘿 不比她之前 吃过的营养物差 甚至 还有一点独特的魅力 那我不客气了 巨洋花看着果实 似乎是想吃掉 此刻 石宇和参宝宝沉默了 虽然 他们曾经试想过这个战术 但是 石宇真的没想到 一个有预寿师的宠兽 竟然会这么傻 会信以为真 真的打算吃 这是因为是身处植物园 所以觉得 不会有危险吗 可是刚才明明说好了 是要战斗啊 给她上一课吧 见巨洋花一点危机意识 也没有 石宇实在无奈 累了 毁灭吧 反正这只巨洋花 刚才走路时 一直处于蓄能状态 不怕技能复制不到 石宇便随意命令起来 一 参宝宝老老实实点头 然后看向了巨洋花 连忙引爆 生怕巨洋花吃下去 虽然只是小当量的能量果 但是 吃进身体里引爆 这巨洋花也顶不住啊 还是在外边引爆吧 参宝宝慈悲地想着 哄 参宝宝意念引爆果实瞬间 果实内部冲出了一股庞大的能量 伴随着一声巨响 滚滚能量朝吸喷涌而出 这一瞬间 原本还在流口水的巨洋花 眼睛猛地瞪得老大 只感觉视线瞬间被白光遮盖 自己更是瞬间被无数能量吞没 强大的力量 正疯狂冲刷 肆虐着她身体 嗯 她目光炸裂 于光芒中 感受着身体快速残破 猛烈的疼痛 直接让她意识近乎昏雀 巨洋花不甘地大吼 怎么也没想到 参宝宝扔出的营养物 竟然会特瞄爆炸 可恶 阴险的敌人 抱着冲天的怨气 巨洋花直接像残花败柳一样 昏迷在了原地的大坑之中 失去了战斗能力 只留下了滚滚白烟和她作伴 这一刻 古都大学对战系学院 某个戴着眼镜的男生 猛然看向窗外 发生了什么 感觉到自己放养的巨洋花 瞬间失去战斗能力 她露出疑惑的表情 直接收拾了收拾 前往植物园 是小花花 又去挑战哪个强大宠兽了吗 被秒杀 太夸张了吧 我得去看看 植物园内 这边 盯着监控的四域戏学长 和巨洋花一样 也失去了思考能力 呆呆地看着屏幕 我草 随着能量果爆炸 她大喊一声 目光不可思议 补品 补品爆炸了 她妈的秒了巨洋花 她这一嗓子 直接让所有人猛逼地看着她 像看傻子一样 李赫 干嘛呢 一个女生皱眉看向她 组长 参宝宝 秒了 秒了巨洋花怎么说 营养物爆炸了 这不可学 众人 与此同时 石宇带着参宝宝 走到了巨洋花身边 摇了摇头 参宝宝 治疗 一 参宝宝乖巧地伸出小手 释放出高速愈合波动 抄接技能生命支援 配合完美级高速愈合 直接让巨洋花的伤势 肉眼可见的恢复 这个过程 石宇就像教育自己孩子一样 一脸忧愁地 拍着巨洋花的身体 傻孩子 你的预售师没告诉过你 不要小觑任何敌人吗 你这个性格 早晚要吃亏啊 今天石老师 我给你上一课 下次遇到任何对手 都要全力以赴 下次 可没人这么好心 还给你治疗了 还有 你这个叫声 怎么感觉你在骂我们 收录成功 技能 蓄能光束 技能等级 中阶 介绍 光系技能 吸收光能继续到体内 可以将光能转化为体能 或者光束 日 治疗中 巨洋花目光呆呆地睁开眼睛 看着举着小手 给自己治疗的餐宝宝 觉得自己还没睡醒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是谁 我在哪 这个餐宝宝是什么玩意 我预售师呢 第152章 餐宝宝也想进化 这傻花 见巨洋花伤势逐渐恢复后 依然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石宇拍了拍手远离了她 一 同时 餐宝宝也快速远离了她 听说 笨是会传染的 日 巨洋花晃晃悠悠起来 逐渐想起了是怎么回事 自己被营养物砸了 一想到这里 她肺都气炸 看向石宇他们 怒目而逝 日 然而 这时 巨洋花忽然想起 刚才石老师在她耳边说的话 她不由地愣住 好像是 石宇和餐宝宝说了 要战斗 是她自己轻敌没当回事 所以 那不是送她的营养物 是攻击 巨洋花不由地傻住 二活竟是我自己 不是对手太医 而是自己太二 她一时间 有些无法接受现实 恢复过来了吧 要继续打吗 石宇看餐宝宝 一副没尽兴的样子 不由地对怀疑 花生的巨洋花问道 日 巨洋花猛地看了过来 疯狂点头 打 她要报仇 植物园建筑大厅内 随着看到餐宝宝 炸伤巨洋花的学长 大呼小叫 其他人也都凑了过来 不过画面中 此时巨洋花 已经被治疗好了 明明什么都没有啊 众人说道 就有啊 只不过餐宝宝 把巨洋花炸伤后 又把她奶了回来 等一下 又不科学了 缓慢愈合 不是只能治疗自己吗 那个是 高速愈合 这名四域系学长一愣 当下 众人还没来得及 细细了解她说的话 下一刻 餐宝宝和巨洋花 再次战斗起来 随后 目光炸裂的 就不仅这个学长了 一瞬间 所有人表情都呆住了 只见画面中 餐宝宝直接大地连锁 化为大地的餐宝宝 像是战争要塞一般 手里营养物 不要钱一样扔了出去 形成火力压制 而面对这些营养物 巨洋花更是如灵大敌一样 立刻从太阳花中释放光束 希望将它们引爆在半空 然而 卵用都没有 这一回 可不是小当量的能量果了 而是全力版 不等巨洋花引爆 餐宝宝依然自己引爆 轰的一声 一朵朵白色蔷薇 在半空绽放开来 恐怖的能量冲击 瞬间向着巨洋花一侧扩散 顷刻吞噬了蓄能光束 更是吓得巨洋花 连忙拉开光幕 可惜 面对爆炸波动 光幕也是瞬间碎裂 能量波动轰的一下 把巨洋花吹飞出去 威力大得离谱 这一击 对巨洋花身体 没造成多少伤害 但是却让巨洋花 内心产生无与伦比的创伤 顷 她惊恐地看着对面 有凝聚出两颗 大白萝卜的餐宝宝 顷 这尼玛是餐宝宝 卧槽 你的体能怎么这么多 这种级别的炸弹 说凝聚就凝聚 还是一次好几颗 这一刻 巨洋花明白了自己的实力 根本和对方不是一个级别 头也不回 直接转身就走 不想被炸伤了 此举动 直接让食语 餐宝宝凌乱在了原地 又跑了 这个植物园的宠兽 都这么没有挑战精神的吗 一个战武渣 暴木蜥蜴也就罢了 怎么这只很强的巨洋花也一样 跑就跑吧 片刻后 食语摇头 反正关键技能也到手了 至于巨洋花其他技能 食语也没看上 虽然 它那些光系技能也很稀有 但都不适合餐宝宝 除了蓄能光束外 食语觉得 另外一个适合餐宝宝的光系技能 可能是火 光双系的放晴 这属于天气剂的一种 类似其语 可以和蓄能光束形成连续技 就是不知道这一招 餐宝宝能不能契合学会 食语其实挺缺一种适用性极强 能增幅全对实力的天气技 领域技的 不过由于食语 重重 餐宝宝属性 战斗风格相差太远 想找一个能同时增幅他们三个的天气技 场地技 领域技也不是那么容易 食语看向了拿着能量果 扔也不是 不扔也不是的餐宝宝 看吧 我就说 你很强 目前八千多能量值的餐宝宝 外加一个熟练级的高阶技能能量果 别说这只巨洋花了 尹正凡的宗颜巨兽 也给它炸破防 也就是食语的满级印花太变态 以及重重的空间系技能太赖皮 才让餐宝宝生出自己很没用的错觉 你不是真弱 你只是对内弱 哦 哦一 餐宝宝感觉 食语安慰了和没安慰一样 刚刚找回的信心 瞬间又破灭 沉默了下 他跑回食语的肩膀 询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 食语和重重 好像都在准备进化了 他们本来就挺厉害了 如果进化后 会不会实力更加离谱啊 这样一来 他的对内地位 岂不是越来越坐实了吗 餐宝宝可不想当一辈子的应急补品 他也想做队伍主力 王牌 这不是肯定的吗 食语嘀咕道 毕竟本质上 虽然食语和重重战斗力爆表 但都是技能的功劳 种族反而是拖累 他们的种族 虽然因为学了一堆种族外技能 受到了一些增幅 但还是和原种族 没产生太悬殊的差距 如果让食语不用技能 和一头冰龙幼崽PK 怕不是一爪子就被拍晕 而重重就更不用说了 进化后 种族彻底发生改变 肯定是要脱胎换骨的 一压 残宝宝期待地表示 那自己也能进化吗 这个 食语道 理论上 能 一 理论 实际上 够呛 残宝宝 你不知道吗 你在李奶奶那里时候 他已经给你实验过 你能不能进化了呀 实验结果是 正常残宝宝的进化方法 对你没用啊 残宝宝 话落 残宝宝傻眼了 他还真不知道 老巫婆对自己 进行过进化实验 食语带着残宝宝继续走着 残宝宝的进化型 是 生果树 这个进化型 让食语很想吐槽 就给他一种 人生会进化成人 生果树一样的感觉 这物种完全变了 和鲤鱼进化成龙一样离谱 事实上 残宝宝不是人生 生果树也不是人生果树 这些都并非是一个东西 不过总之 残宝宝即使进化为了 中等同龄种族的生果树 依然没有摆脱补品定位 相比会甜气 缓慢愈合的残宝宝 生果树只多了大地连锁 营养物两个种族技能 依然没有攻击剂 结合来看 眼下的状况就很清晰了 便宜残宝宝 已经比生果树牛逼太多了 这条进化路线 已经不适用它了 这个黎奶奶已经研究过了 生果树绘的种族技能 大地连锁 营养物 如今 则也早已经成为了 便宜参宝宝的种族技能 甚至 说不定还多了个生命之源 证据就是 食欲把大地连锁点到 出神入化级后 依然还没到满级 所以说 便宜参宝宝和普通参宝宝 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种族 这也是黎奶奶 把便宜参宝宝 评判为低等君王种族的原因 正常预售式的 参宝宝进化路线是 参宝宝 生果树 未知 而食欲的参宝宝 则是通过生命果实变异进化 是一种全新的进化链了 参宝宝 变异参宝宝 未知 你也别太悲观 食欲兼参宝宝 一副绝望的模样 笑了笑 一百多年前 人类中一位有进化天赋的 御寿师已经证明了 所有生物 都有无限进化的可能 直至神话种族 所以说 你必然还存在着一条进化路线 只不过目前未知罢了 等给食欲和重重研究完进化 到时候 咱们就一起琢磨你的进化路线 食欲贴心地安慰起参宝宝 虽然它的技能图鉴 不比进化天赋直接明了 但仔细研究研究 未必开辟不了专属进化路线 毕竟进化类技能也有不少 都试试呗 把其他植物类宠兽的进化技能 按到参宝宝身上 说不定 也能起到进化效果 一印 参宝宝目光重新恢复光彩 真的吗 你可以不信我 但不能不信那个进化大佬 食欲甩锅道 如果进化不了 你去骂他 参宝宝 开个玩笑 食欲呵呵一笑 不过他也觉得 那个进化大佬说的有道理 任何生物 都有能进化成神化种族的潜力 只要找对方法 不过尴尬的是 那个进化大佬本人 并没能培育出神化种族 神化级宠兽 据说 那个预售师不到三十岁 就把自己契约的全部宠兽 进化到了高等霸主种族之上 食欲全部培育到了图腾级 也正因此 他和食帝等古代传说玉兽师一样 被誉为最接近神化领域的 传说玉兽师之一 然而可惜 虽然他留下了 宠兽能无限进化的观点 但人们没等到他进化出 神化种族 神化级的宠兽 这个人就失踪了 对于他的去向 各国也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 为了追求神化领域 探索神化遗迹 遭遇了意外 有人说他离开了蓝星 前往月宫寻找进化材料 迷路在了星空中 各种离奇的说法都有 反正 这个在进化领域 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 东黄玉兽师 就这样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说不定 是穿越了呢 食欲心中预言了一首 第153章 参观光沙炮 接下来 食欲准备继续带着餐宝宝 去挑战其他宠兽 这只巨洋花明显太弱了 起码得找个能让餐宝宝受伤的对手 一 然而 此时参宝宝经过对人生的大思考 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干嘛 依依 要不别战斗了 我们回去吧 呃 食欲一愣 此时 参宝宝觉得 来打这些弱小的宠兽找存在感 不如回去研究研究进化 进化才是王道 既然食欲暂时没空 他要先化身研究餐 自己利用重重和食欲的手机 查查资料 琢磨琢磨 他听说 当初重重的进化路线 就是重重自己填报志愿想出来的 他也要学习 一压 参宝宝把食欲说得一愣一愣的 食欲 随便你 反正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食欲开始往回走 而此时 植物园大厅内已经炸开锅 参宝宝站立碾压巨洋花 也直接碾碎了他们的世界观 这绝对不是营养物吧 那是什么技能 不管是什么技能 一只残宝宝也太 爱云 刚才是你给他登记的吧 他是什么来历 众人看向了接待食欲那个白色衣群女生 此时 这个叫阿云的女生也很猛逼 他 他是178级考古系的新生 叫食欲 众人愣住了 新生 直接把对战系老生放养的精英 宠寿教了的人 你管他叫新生 食欲 一个穿着休闲服的女生 眉头一皱 总感觉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虽然是四域系 不主要追求战礼 但是 不代表每个人都不关注职业预售师考核 今年的古都市职业考核第一名 食欲 他想起了什么 就是他 随后 他快速看了一眼视频忠实与帅气的长相 彻底确定了下来 组长 他是今年职业考核第一 其他四域系学长学姐 微微一正 卧槽 怪不得这么屌 这个被众人称为组长的女生 微微沉默 离谱 片刻后 他觉得十分离谱 道 如果我没记错 职业考核时 他只有两只宠兽 这只餐宝宝 又是哪来的 而且 半个月时间 这个战斗力 妈的 这跟那只青年虫一样不科学好吧 到底是怎么培育的 众人再次一愣 随后 他们纷纷拿出手机 或使用电脑 查找起 今年古都市职业考核资料 毕竟是上过半天热搜的男人 石宇的新闻 网上还是不少的 当石宇从植物园出来的时候 只感觉刚才分为不错的大厅 气氛异常的诡异 所有人 都用怪怪的目光 看着出来的他 石宇看了一眼 人手一个的电脑 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餐宝宝有战力 果然还是太不科学了 第四只宠兽 我一定要契约一只又帅 又酷 看上去就有实力的 这样一来 一番加点 墙上加墙 显得科学一些 石宇风轻云淡地 从植物园离开了 大厅门外 他与一位看起来挺急 要进入大厅的学长擦身而过后 平静地向着宿舍走去 这期间 餐宝宝已经迫不及待 钻入遗迹空间 跑去跟虫虫要手机 填报志愿 不过石宇觉得 餐宝宝想这些还太早 提升种族技能 能有效加速宠兽的成长 这是种族外技能没有的优势 正因此 石宇和虫虫 才能在短短半年内 成长等级突飞猛进 一定程度无视了年龄 时间积累 对成长等级的影响 石宇和虫虫急着进化 其实是因为 他们的种族技能 只有一个 而且 也已经拉满了 导致自身 即将出现成长瓶颈 想成长到统领级 都需要一定契机 想快速成长到君王级 就更难了 所以 石宇如果想让两只宠兽 继续高速成长 不得不选择进化 这样一来 他们日常吃的高价营养品 食物 也能完美吸收了 不至于之后 会因为存在种族瓶颈 浪费许多营养 但是餐宝宝这边 其实暂时不用很急 他一共五个种族技能 甚至还包括一个超阶技能 只要全部拉满 餐宝宝的成长等级 突破到统领级 君王级是必然的 不会存在瓶颈 和十一 虫虫有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 比起餐宝宝的进化 石宇觉得 不如先把他种族技能等级拉上来 再配上点攻击技能 他战力 超越进化前的十一 虫虫还是不怎么困难的 片刻后 石宇回到了宿舍 此时 他刚想去交餐宝宝新技能 便感觉裤兜里手机在震动 十一进化装备完成了 石宇心中一动 期待拿起手机 本以为可能会是好院长 但仔细一看 才发现 居然不是 来电人 白希 看到这个名字 石宇微微叹息 少儿娘学姐虽然好看 但现在 她就想看熊猫穿铠甲 机甲才是男人的浪漫 少儿娘都得靠边 石宇 石宇刚刚接通电话 那边就传来白希清爽的声音 你现在在学校吗 在的 怎么了 学姐 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和你说的事情 就是对战舍和校队的事情 石宇 记得 开学后对战社会 面向全系全学院招新 你记得要来啊 这么早 石宇一愣 我听说 对战舍和校队的门槛 不是高级预售师 拥有同领级宠兽的学生吗 每个学校的对战舍和校队门槛都非常高 因为这是能代表学校去打比赛 最容易获得资源的地方 也正因此 对战力要求很高 拥有同领级宠兽的高级预售师 只是门槛 石宇这个新生 目前显然没达到 那是很久之前了 几年前就已经改政策了 现在有潜力的新生 也可以作为预备成员加入 提前享有培养福利 每个月都能获得一大笔学分 肯定是越早进入越好的 算是学校对新鲜血液的一种提前培养吧 毕竟 古都大学太多年没出过成绩了 战绩实在拉胯 白皙心中小声嘀咕 哪怕是陆清一这样十一局的天之娇女 面对帝都 魔都那些最顶级学府的顶尖天才在战力上 都有些力不从心 更别提其他人了 他听家里人说 像是击败了陆清一的那个怪物 毕业就加入了另外一个特殊部门 离开了东皇古国 前往了国外执行任务 不比考古来的安全 如果是去其他国家 其实还好 但如果 是去那些一直以来 依然是投靠图腾 非七国的敌对人类势力的领地执行任务 那就危险大了 相比这些 白皙还是觉得 跟着陆学姐在国内考古比较安全 那好 我记住了 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实语问 没有 就是 可能要和其他新生或者老生战斗两场 或者和对战舍的成员战斗一两场 走下过场 记录下实力就行 以你的情况肯定没问题的 白皙道 好 实语点头 白皙笑道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忙吧 随后 两人互相挂断了电话 实语仔细琢磨后 看向了一记环 少儿娘学姐说的都是小事 眼下加点才是大事 来学新技能 实语进入了一记空间 快速喊起餐宝宝 这是个中阶技能 很好教的 一会儿就能给 干到精通级 一 此时 正在被重重教着 怎么操控手机的 餐宝宝抬起头 看向了进入了一记空间的食语 虫虫正跟他耐心地 讲解着手机操作方法 然而 听到食语的声音 餐宝宝直接对手机没兴趣了 他一把推开手机还给虫虫 屁颠屁颠跑去食语那边 进化太远 眼下 还是加点香 他参天地只争朝夕 虫虫 鸡 小青虫撇了撇嘴 看着跑掉的餐宝宝摇了摇头 哼 无法经受住 加点诱惑的可怜餐霸了 他要继续去找领袖特训了 加了点 能把训练补回来的虫兽 才是真强者 片刻后 餐宝宝已经力正站好 在了食语眼前 一脸严肃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今天终于轮到他加点威慑了吗 餐宝宝之王 他当定了 依然不是威慑 是一个充能技能 这样你能多制造点补品 食语和喝道 餐宝宝 Sigma 餐宝宝 一 化落 餐宝宝立刻泪奔 说好了战斗餐 餐天地的呢 食语绝对还在把他当补品看 不过 虽然是充能技能 但也能转化为攻击技能 到时候 不仅能两果可以加入闪光弹效果 你还能止射激光 威风凛凛 一指一个统领级 让你的对手 体验被光速打脸的痛苦 这招 名为餐冠光沙炮 一 餐宝宝 食语画风一转 立刻让餐宝宝觉得自己又行了 餐冠光沙炮 好业 一听就是很牛逼的技能 全然没意识到 食语说的 就是刚才一下子被能两果榨烂的续能光束 一呀 食语 加点 第154章 净化铠甲完成 技能 续能光束 精通 说加就加 技能复制过来 就是用来加点的 沉醉在甜气箱中 食语骨头酥麻地完成了四次加点 一 爽 餐宝宝和食语 加完点后 同时发出舒爽的声音 餐宝宝是因为瞬间多出了一堆新技能的使用经验 非常激动 而食语 则是因为感受到体质的再次高速提升 觉得很嗨 这一次体质提升到上限之后 身体强度 说不定能媲美大师及预售师 甚至是顶级大师 食语不清楚自己的极限 不过加点就完事了 技能图鉴和身体啊 让我看看 你们的极限在啊 一 另一边 学会了新技能后 餐宝宝下一时就想尝试 他转过头 看向了远处的一块石头 按照食语的提示 静静地站在原地 对着石头指了过去 看起来很呆 下一秒 餐宝宝那宛如派大星的身体 指尖 缓缓汇聚起光芒 一点 两点 三点 数秒过去后 无数光芒在餐宝宝指尖 汇聚成一颗小光球 一压 餐罐光纱炮 完成蓄力 餐宝宝猛然瞳孔一缩 指尖光点迅速拉长 化为一道光束 搜的一下 几乎是瞬间贯穿到了 他对准的石头上 并且 随着砰的一声 石头瞬间被光束炸成粉末 地面也轰然出现一个 被贯穿裂开的深坑 一 一切完成后 餐宝宝看着眼前的一切 陷入了沉思 他看向了石宇 为什么这招 感觉点了这么多次 威力还没点了两次的能量果 威力打 为什么 这个技能要蓄能这么久 为什么 这个名字很掉的技能 效果跟他秒了的 那只巨洋花的技能这么像 好像 除了能量凝聚完成后 射速快 一无是处 这都不是问题 接下来 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在大地连锁状态下 同时积蓄光能转化为体能 我就不难为你在绝对睡眠状态下 也一边大地连锁 一边积蓄光能了 先完成两两组合 就好 三个恢复剂一起用日后再说 毕竟绝对睡眠熟练度高了 才有梦游效果 参宝宝 还有啊 精通集蓄能光束 已经达到组合剂的熟练度标准了 你尝试下 把积攒的光能 融入进能量果试试 能量果威力 应该能有稍许提升 石宇吩咐完 在参宝宝猛逼的目光下 准备离开遗迹空间 打算先去找点东西喝 有点渴了 临走之前 石宇看了一下 石宇和重重的状态 此时 石宇在开心地练习电磁力 至于怎么练习 制造出十几个金属球呗 然后用电磁力操控它们 在一小空间范围内 无规则高速乱飞 什么时候做到 可以让十几个金属球 在这种状态下 永远不会撞击到 那就算初步成功 既锻炼了硬化 又锻炼了雷掌 还锻炼了超势力 以及石宇的协调能力 重重紧紧跟随领袖的步伐 也在练习类似能力 及一心多用 完美及虚实幻影 制造出多个幻影 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就像当初 他同时制造十一 自己的幻影配合一样 同样 他也可以同时制造冰龙幻影 和自己的幻影配合 职业考核时 重重让两个不同幻影之间的配合 其实很粗糙 就是硬化加重丝组合缠绕起来 但是现在 他技能一堆 完全可以投影出一头冰龙 然后自己给冰龙打辅助 就像当初空精蝶 给宗年巨兽打辅助一样 能瞬间移动的冰龙 有人给打空间控制的冰龙 这样组合起来 重重无疑会更牛 另外 别看现在重重 只有三千能量值 但是 他是典型的靠装备打架 用上那根新更换的冰龙虚后 活脱脱相当于一个能量稀缺 技能稀缺 但身体素质 毫无疑问 媲美霸主种族巨龙的怪胎 单靠肉体力量 就能干傻一堆虫兽 咕噜噜 宿舍内 石宇站在冰箱前 痛快地灌了半瓶冰镇酸梅汤后 忽然 又感觉口袋有些晃动 这一回 石宇没想太多 直接拿出手机 然而 就是因为没想太多 当他看到联系人 直接愣在了原地 联系人 好院长 不是陆学姐 不是熊猫学姐 不是兽儿娘学姐 虽然不是富婆 但是 石宇看到这通电话 比看到富婆还开心 她颤颤巍巍地按下接听见 石宇啊 明天上午 你定制的铠甲 差不多就完工了 我记得 你当时是说 制造完就要立刻进化 接通电话后 那边直接传来天籁之音 是的 石宇握紧拳头 忍住跳跃的喜悦 道 辛苦您了 我明天十点过去 可以吗 差不多 可以啊 好院长语气也有点期待 你准备下 那我继续忙了 为了石宇的宠兽的进化装备 她也忙活了好几天 虽然石宇不是她机械系的学生 但是这点小忙 邦邦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等石宇成长起来后 就是一个大大的人情 何况 亲手协助一支强大的宠兽进化 好院长也很有成就感 挂掉电话后 石宇呼吸急促了起来 简直比要去高考 还紧张至少十倍 她沉吟了一下 没有选择先通知努力训练的石宇 而是快速联系起了那几个特意叮嘱她 石宇进化时 一定要喊她们到场的人 其实就两个 熊猫学姐和她老爹 也只有这两个人 对石铁兽进化 有迷一般的执着 平常 熊猫学姐正在针对 遗迹诸空间做着规划 作为古都大学 四域系高材生 同样是即将继承 家业的女人 她成为了石铁兽之乡 计划的主策划 暂时负责遗迹空间的新建 熊猫学姐其实很有天赋 其他四域系学生 可能都是通过职业四域师考核 进入的古都大学 但是 她不同 她当初入学古都大学时 既有职业预寿师执照 又有职业四域师执照 虽然都每个考核中 成绩都不算出众 但耐不住 学得多呀 如今毕业几年后 熊猫学姐在两个领域 又都已经更进一步 预寿师是高级预寿师级别 拥有同领级宠兽 四域师级别 也因为大学主修这个 更是没有落下 所以 平常很难再找到 她这样既有形象 又有潜力 能力又有时间的工具人了 石羽脑补的石铁兽之箱计划 兜兜转转 真正实践起来后 大齐直接落在了灵修竹身上 铁竹 铁心木 金竹等石铁兽 成长期喜爱的食物 都是要特别种植的 嗯 石羽那家伙的 石衣成长速度 肯定会很快 估计离进化也不远了 被根据老爸 石铁兽进化后 喜欢的食谱 也给他们专门划分一片 种植高级灵植的区域 熊猫学姐认真地 做着规划时 忽然收到了石羽的来电 他把手机放到耳朵旁片刻后 直接推开一堆资料 这些规划 日后再做也一样 他双手按着桌子 身体一颤一颤 显然很激动 没想到石羽这么快 就准备让石衣进化 石衣元的进化材料 能把石铁兽 进化成什么样子 他连夜订了 前往古都的飞机票 想看看这世间上 投一粒巨化 氪金进化法 和他同样反映的 还有竹市武馆的灵馆主 他也几乎是瞪大眼睛 直接冲出老年休息室 当然 这一刻 要说谁最兴奋 肯定还是石羽本人 他已经进入了一级空间 拽起石衣命运的后颈部 强制他睡眠休息 调整下状态 准备明天的进化 应 进化 石衣大眼睛一眨 一眨看向石羽 哦 就是那个武装进化 石衣较为淡定地点了点头 不过是进化而已 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他堂堂熊猫王石衣 就算不进化 也一样可以无敌于世间 宠之巅峰 是努力 是自律 是慢慢求索 是持之以恒 是逆境中成长 是悲贱中崛起 是不屈不饶的奋斗 绝非是靠那进化洁净 下话线 姬 石衣脸正色地说完 一直把石衣视为精神领袖的重重 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不愧是领袖 高 实在是高 思想境界果然和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原来 这才是自己一直超越不了领袖的真正原因吗 他在思想上 始终和领袖有所差距啊 那不进化了 石衣道 反正材料可以回炉重造 升值涨价是必然的 怎么都不亏 正好筹没钱 给重重买进化材料 重重激动了起来 也不是不行 他没领袖那么大志向 很想进化的 石衣 因 那也不必 他忽然觉得 进化也还不错 大不了进化走得捷径 之后加倍努力补回来 重重 重重 石衣看透了石铁兽的本质 似乎也是真相 这一夜 石衣他们都在讨论石铁兽进化型 石衣表面上不在意 但怎么可能不在意 心中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期待的 毕竟 哪知 宠兽能抵御住变强 觉醒新的超阶技能的诱惑呢 讨论时 还没买其进化材料的重重 和还没确切进化路线的餐宝宝 羡慕地流出口水 可恶 羡慕啊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过于兴奋 拥有绝对睡眠的石衣 重重 餐宝宝还好 都睡得很香 期待起了明天 但没有绝对睡眠的石铁 则失眠了 直到快天亮了 才逐渐睡着 这你还能睡着 赖床 连夜赶来古都 打上门来的熊猫学姐吴雨道 她看着迷迷呼呼洗漱中的石铁 非常吴雨 吴 石铁吐出树口水 正是因为太期待了 所以才导致休息的不好啊 不过 虽然休息得不太好 但问题不大 石铁本来心情就兴奋 再加上吸了一口 戴在脖子上的迷你小瓶子 她直接满血复活 这个是用餐宝宝出神入化 及甜气制作的持续性香气瓶 很方便 适合疲惫人士 我错了 我们走吧 对了 林叔呢 石铁完事后 不好意思道 本来她还说去接两人 结果却让对方找上门来 还在外边等着 那好 别让林叔九等了 石铁连忙带着熊猫学姐出门 外边 林洪年馆主果然等待多时 她一副很克制的表情 但其实一眼就能看出 这货好像一样着急 石铁啊 你可真慢 这种人生大事 要重视啊 林洪年教导起年轻人 看 她和石铁兽才是真爱 这都连夜坐飞机赶过来了 是是是 我们去找好院长吧 石铁笑道 走 林馆主暗中急切 不久后 古都大学 机械学院 一间巨大的展示室内 一个老者双手后背 对着众人道 诺 就是这个 在她充满兴奋的语气中 众人看向她眼前墙壁上 挂着的一身巨大无比的黑色铠甲 利爪 手臂 尾巴 胸背 头部 这身铠甲 射击武装的部位非常齐全 做工也十分精致 光是在对面看着 众人就能清晰感受到 来自合金铠甲的 古朴厚重之力 以及 机械师在她身上花费的心血 金玉石 青心砂 玄子铜金矿 天银铁 蓝灰魂金 云铁 这六种高级矿物合成的合金 其实已经被石鱼 等了起了名字 九黎合金 正常来说 眼前这些材料的十分之一 就足够一只石铁兽 完成君王种族的进化了 而现在 材料整整多出了十倍 寻找进化材料期间 石鱼直接以一己之力 把国内石铁兽进化材料的存货 近乎掏空 低级的还好 但像云铁资源 在连续四只石铁兽进化后 目前非常稀缺起来 在寻找 可能就得从个人手中 或者其他国家手中 慢慢收购了 真奢侈啊 在郝院长的带领下 林洪年馆主呆呆地看着 眼前的巨大铠甲 可惜 他的石铁兽进化前不会巨化 不然 当初说什么也要尝试下 这一身不算锻造技术 石铁吗 林修竹学姐也美目留盼 想当初 石鱼还是连买石铁兽 都要贷款的小屁孩 而现在 竟然如此霸气地 给那只石铁兽 准备了十亿元的进化材料 反转简直太过强烈 林修竹心中暗下决心 好好赚钱 日后不说 搞个和石鱼一样大的 起码也要有三分之二 超越自家爸爸吧 第155章 石鱼进化 此时 这个房间内真正的主角石鱼 则在三人的注视下 目光始终停留在铠甲身上 许久后 石鱼深呼吸一口气 道 你们也来看看吧 说完 他身边 瞬间浮现三个白色的召唤图阵 十一 重重 餐宝宝 瞬间从召唤图阵中走出 一个一个表情霸道的不行 不过 当他们出来后 看到了眼前挂在墙上的 随便一块胸甲 就比他们目前个头还大的 超级铠甲后 立刻咽了口口水 被超级铠甲的压迫力震撼到 鹰 十一呆呆地看着这个巨大铠甲 好大 他要穿这个吗 鸡 鸣 虫虫和餐宝宝也惊讶开口 十一要靠这个大家伙进化 太太太奢侈了吧 最后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此刻 三只宠兽都在吃惊巨大铠甲 而好院长 则是愣愣看着消散的白色图阵 和餐宝宝 十一什么时候 又突破了 第三只宠兽竟然都契约了 而且 餐宝宝 以十一现在的身份 他完全无法理解 为什么十一第三只宠兽 会选择了一只餐宝宝 其实 灵修竹等人 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十一提升速度 这么不科学 不过他们都习惯了 所以还好 这只餐宝宝 好像不同寻常 仔细观察下餐宝宝后 好院长微微发现 这只餐宝宝 好像比普通餐宝宝 看上去状态上有一些差别 并没表面那么简单 他拿出本来是为了 石铁兽净化型准备的侦察镜片 提前佩戴了上 观察起十一三只宠兽的能量值 然后瞬间 滴滴滴的能量值 让顶级机械大师好院长 嗓子近乎干牙 近九千能量值的餐宝宝 近八千能量值的石铁兽 三千能量值的青年虫 十 什么鬼 开始吧 眼下 不等众人有更多的疑惑 石铁已经等不及了 他看了一眼十一 一米出头的小十一 立刻在石铁的示意下 屁颠屁颠跑到超级战甲下面 他是看过灵馆主的石铁兽净化的 所以也很清楚净化流程 哦 十一看着眼前的巨大的战甲 先是慢慢巨化 便大到看上去 差不多能穿上铠甲的程度 随后 他慢慢拿起一个部件 套到了身体上 最先是类似头盔的部位 然后 一道道金属的碰撞声下 十一快速披上了全部铠甲 并且用背化 将自己与铠甲的契合度 调整到了最契合的状态 几乎无缝连接 哦 透过封闭的头甲 十一黑色的眼睛 好奇看向了十一 而十一 此时也在看着十一 全身被坚硬的黑色铠甲所包裹 脸部也一样 头脸覆盖着近乎封闭的铠甲 只露出黑色的眼睛 鼻子 嘴巴 作为弱点之一的头部 更是加厚了铠甲结构 看起来像是戴了个头盔 威风霸气 它的颈背和背脊 也覆盖着双重铠甲 双肩长有凸起 使全身看起来更为立体 不过仔细琢磨 更像是作为坐骑式的扶手 从整体的结构来看 护住它身体的铠甲 像是由无数条形和晶片构成 身体接近脖子的地方 是像铁圈一样 一圈一圈 腹部则像竖着的方形钢板 至于到了接近两腿部分 则又恢复成为了 包裹全腿的铁圈结构 除此之外 最为重点武装的部位 则是武装到立爪的坚硬壁铠 这重强化的壁铠 使得十一整体 变得颇有力量感 十语对眼前的武装怪物很满意 唯一可惜的 就是没有多余的材料做武器了 不过这身铠甲 已经将十一严严实实地保护好 这个状态下 它全身上下 都将是它的武器 它自己就是最强的战争武器 还挺霸气 林大师看着穿好进化装备的十一 喃喃开口 这是要走重甲武装路线吗 配合备化使用的那种 咕噜 虽然还没开始进化 但是熊猫学姐已经开始紧张 双手放到了胸上祈祷 至于虫虫 残宝宝 更是已经期待的武以复加 十一 别等了 十语看着十一 笑了下开口 硬化 穿好进化铠甲后 使用出神入化级硬化 覆盖铠甲全身 连接自身与铠甲之间 让其彻底没有隔阂后 两者才算真正的融为一体 才算触动了进化契机 噢 十语画落 十一立刻使用硬化覆盖铠甲全身 哪怕体型非常庞大 铠甲非常复杂 但是它还是瞬息完成 对于硬化的运用 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 灵馆主 郝院长 熊猫学姐 此时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并非出神入化级硬化 而是 十一很久之前和他们提到过的 让他们觉得 不可能达到的 更高一级熟练度的硬化 近乎规则级的硬化 噢 十一的咆哮下 硬化武装全身 一身铠甲变得更黑 使它犹如又穿上一层黑色战甲 而就在这时 食语心跳忽然加速 身体猛地颤抖 因为令人激动一幕 直接在这一刻出现 强烈的白色净化之光 直接瞬间 笼罩了十一巨大的身体 不过 令所有人震撼的是 不同于灵馆主的 石铁兽净化实体型 再次增大 聚化状态下净化的十一 此时净化之光弥漫下 竟然是体积逐渐缩小 全身的铠甲随着它身体缩小 似乎也一同等比例缩小 达到了两米的高度 才稳定下来 然而这一刻 所有人都没有心疼材料钱 因为 虽然净化铠甲随着净化缩小了 但是十一的气息 却是真真实实地 以一种非常恐怖的速度 在提升着 萌缩的 都是精华 哄 依然是在光芒笼罩下 有恐怖的威慑 从它身上爆发 十一生命层次 提升到君王种族瞬间 让它的威慑技能 更加具有压迫力 除此之外 轰然间 一股无形的白色闪光气焰 犹如喷涌的火山般 从全身蕴含白光的 十一身上绽放 高达数米的庞大气焰中 此刻更是闪烁着 滋滋滋滋的蓝色电弧 让众人震惊 之前三只石铁兽的 进化场面 哪怕是林洪年的 中等君王种族进化型 进化场面 也没这样绚丽啊 它不仅在进化 成长等级 还在试图突破到统领级 此时 郝院长通过能量侦测器 正检测到 十一的能量值 也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伴随着它的气势提升着 统领级 林洪年和熊猫学姐经 石铁的玉兽空间 才三级啊 这时 郝院长似乎也有点明白 石铁契约这只怪胎餐宝宝的用意 石铁似乎是预料到了 石铁兽进化后 提升会非常恐怖 会增加玉兽师消耗 所以提前契约了一只 这个猜测 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 众人全程在呆滞 但其实 石铁的进化过程 非常短暂 也就不到十秒的样子 此时 在重重和餐宝宝 咽了口口水的吃惊表情下 石铁进化后的模样 终于随着退散的进化之光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看到石铁的进化形态 众人开始第二轮震惊 因为石铁兽进化为九离战兽后 理论上除了体积 不会和进化前穿着铠甲的形态 有什么巨大差距 但是 这个经验在石铁和石铁这里 头一次失效 石铁依然全身 被坚硬的黑色铠甲所包裹 但脸部 头部覆盖着的铠甲 已经变成了 如同白色闪电一样的颜色 除此之外 四肢与身体接触的地方 缠绕的铁圈式夹后铠甲 也都变成了银白色 使其的整体色调 看上去与一般式铁兽 更为接近了一些 也使其整体观感 看上去更为神秘 霸气 尊贵了一些 哦 其实除了铠甲 石铁身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进化形态下 他原本的黑色眼瞳 此时完全转化为了 仿佛蕴含雷电的天蓝色 配合黑与白的铠甲 使其看上去气魄凶暴 辟腻无比 如同能镇压一切的霸主 统领级 此时此刻 石铁头一次和进化后的石铁对视 他已经感受到了 此时石铁的力量 可以轻松挣脱契约 反石铁受尸 不过很显然 石铁没有这么做 而是压制了力量 虽然变了模样 穿了铠甲 看上去更加威风霸气了 但是石铁还是那个石铁 石铁从小枕到大的石铁 并没有什么变化 当下 他正用只有石铁能看懂的 惊喜眼神看着他 恭喜了 此时 石铁兴奋着微微开口 佩戴的隐形镜片图鉴 也瞬息检测出了 眼前石铁进化后的 初始能量值 然而 还不等石铁从震撼中缓和过来 旁边的郝院长 便表情呆滞 震惊地开口 能量值 8 81964 81964 怎么可能 这是 统领级中 霸主种族宠兽的标准啊 他才刚进化突破啊 莫非 郝院长瞪大眼睛 旁边 听到郝院长念起 能量值的灵馆主 也表情瞬间呆滞 因为这个能量值 已经可以碾压他 除了两只君王级宠兽外 任何主力 此时 看着郝院长 林馆主 熊猫学姐三人震惊的目光 石铁微微沉吟厚道 他的种族 应该还没到霸主 这一次 只觉醒了一个超阶技能 内敛锋芒 不过 相比寻常的九离战兽 不知道什么原因 石铁好像多出个附属性 雷电 他也因此 额外觉醒了两个雷系技能 另外 毫无疑问 这个状态下 他的身体素质 似乎不逊色一些霸主种族了 石铁接收到石铁反馈的信息后 没在意自己此刻被增幅了多少力量 只沉浸在了石铁当下的强大中 虽然 他还没达到霸主种族 拥有多个超阶技能的门槛 但此时 因为强大的身体素质 初始能量值 或许称呼他为准霸主种族 比高等君王更为合适 准霸主种族 真正意义上 足以首次同级巨龙的凶兽诞生了 这次进化 石铁多出了五个新的种族技能 技能 电磁悬浮 等级 低阶 介绍 雷锡技能 利用电气产生的磁力浮在空中 可以自由飞行 这个技能 直接解决了石亿不会飞的问题 提升熟练度后 更是算是间接锻炼 石亿对电磁力的掌控 技能 蓄能闪电 等级 中阶 介绍 雷锡技能 身体一定程度上 可以免疫雷电的伤害 并能把雷电积蓄在体内 并且释放 这其实是一个类似改造身体的技能 能让宠兽对雷电 产生绝佳的抗性和适应力 而且 配合可以近乎无限充能的内敛锋芒 说不定会有神效 第三个技能 则是聚化 这个其实和餐宝宝的缓慢愈合一样 很容易被尚未技能覆盖 不过 也正是因为尚未技能存在 此技能出史熟练度 不会低的 第四个技能 则是九离战兽标准的固若金汤 技能 固若金汤 技能等级 高阶 介绍 精细技能 使用者受精细力量守护 增加对全类型技能的抵抗性 这招 让十一变得更肉 针对灵魂 精神 元素攻击 也不会和之前那么怕了 第五个技能 自然则是精细的超阶技能 内敛锋芒 技能 内敛锋芒 技能等级 超阶 介绍 精细技能 进入内敛状态 可以制造体能支援 超越自身极限的积攒力量 并且不影响自身状态 锋芒状态下 可以将积攒的力量 成倍爆发而出 将攻击力提升数倍 但会对身体产生一定负担 这个 才是十语最期待 觉得最无敌的技能 十一一下子 多了这么多种族技能 又变得这么强 十语兴奋地要爆炸了 那些古代老生的宠兽 也不过如此吧 很快 自己似乎就能成为 君王级之下无敌 这横扫帝都大学 不是稳了 而让他内心更为颤抖的是 似乎 明文还没刻